挖了个擦了 又有好戏要上演了兄弟们 美洲豹发现了一条皮鞋 正好到了饭点 这回轮到奥特曼送餐了 美洲豹也是一个狠角色 他瞅准了皮鞋的位置 当场一个奥豹布使就跳进了水里 皮鞋虽然被吓了一大跳 但是很快水面上没有了动静 美洲豹应该是随着皮鞋前的下去 突然平静的水面再次泛起了涟漪 我擦了 这下巴比Q了 皮鞋的天灵带被美洲豹咬得死死的 不服气的皮鞋很不服气 这踏马可是在水里 自己居然打不过这祸 皮鞋不停地使用死亡翻滚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自己被美洲豹拿捏得死死的 皮鞋张个大嘴想哦乱叫 可是他根本发不出声音 不得不说 美洲豹是真的牛逼 可谓是水路哄全能高手 把水日的皮鞋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简简单单又搞一餐 挖了个擦了 一头雄狮正在钢场大道上睡觉 突然王德发驾驶着心爱的小摩托就过来了 如果这王德发不是眼神不好 那他胆子是真的大 等他们到跟前后 雄狮就被吵醒了 雄狮扭头望着这几副颜色 问他们要干什么 顿时把这几个祸脸都吓黑了 其中一位黑子哥下车直接走掉了 雄狮也知道两脚兽不好惹 于是起身给他们让路 虽然两脚兽手里啥也没拿 但是这几副祸色感这么嚣张 肯定是有精神支柱的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有不成熟的想法 不得不说 这熊师验长有点过于谨慎了 直接冲过去拿下那几足颜色 啥问题没有 还能保探一顿 画了个擦了 出大事了兄弟们 河马小尔德出门觅食的时候 被一群副主任三狗子团团围住 他们想要给 画了个擦了 这会一看就不是擅长 这可是动物界鼎鼎有名的拳击手 阿代动作敏捷拳拳到肉 兄的劈爆 就他这一身的腱子肉 就为你怕不怕 除了发达的肌肉以外 他的爪子也是异常的烹力 不仅如此 他的尾巴也是强有力的武器 给你一鞭子你都遭不住 阿代凭借这些优势 愣是练就出一套狐狄的连招 那就是飞踹踢 众所周知 猎犬是非常凶猛的犬类 几百斤的野猪都会被他收拾的 符符符符符的 就连野猪王那也是不敢躲掉 然而就是这么凶猛的猎犬 在跟阿代硬脏的时候 也是被阿代一套裸角树就给支服了 就算来一群猎犬 阿代那也是没在怕的 阿代也十分擅长 又传心优势 这只狗子就是不信那么喜 下去就被阿代锁住狗头 差点给他淹死在鼓猎 这是真特喵的晦气 挖了个擦了 猴鹤改行了兄弟们 反正都是打工 给夜能摘椰子比当电工安全多了 看来猴鹤还是很爱惜自己的狗命 当地的人工成本非常高 所以很多夜能选额 雇打工头来工作 几根香蕉就是他们的酬劳 而且打工猴非常卖力 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高 打工猴在上岗之前 都会经过严格的训练 不得不说 为了得到一份工作 打工猴也是非常努力 所谓既多不压身 猴鹤凭借极高的天赋 很快就能上岗了 现在各行各业都很远 有的老表啥也不会还讲月入上班 实际上连找个五千的工作 都排不上号 打工猴对自身的定位就非常清楚 工资高低无所谓 主要就是学习新的技能 先进入这一行再说 而且打工猴的服务 也是相当到位 摘下来的椰子 他们还会给雇主搬上车 装车结束以后 还会负责押运 就这服务太多 你就说该不该给个五千好赢吧 挖了个擦了 出大事了兄弟们 一只沸沸被一头狮子给摁住了 真特喵的灰气 这沸沸今天出门 只定是没看老皇帝 按照他的身法来说 狮子是很难抓住他的 现在沸沸摇晃着尾巴 表示很后悔 但是狮子可不认这些 城王败寇 只要被他抓住了 他是不会轻易松口的 没几分钟 沸沸的尾巴也不再摇晃了 应该是为狮子祖传的 咽喉眼手术给送走了 这下就彻底凉凉了 这狮子今天也算是有口服了 几乎很难吃上一顿沸沸肉 狮子的咽喉眼手术很成功 他提起凉凉的沸沸 打算找个阴道处好好的爽意吧 毕竟这可是沸沸大餐 不是一般的草原自助餐 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 估计有的狮子一辈子 也没吃到过一次 这真的是我擦了 拍摄的两脚兽 我都想过去尝一尝试出味道 挖了个擦了 向太师被眼镜蛇给咬了 这是真特喵的灰气 现在毒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向太师原本就很粗壮的大腿 现在更是粗上加粗 那么向太师究竟是如何遭到眼镜蛇的攻击 原来就在刚刚向太师一大家子 正在迁徙的途中 他们路过三哥家的菜地 顺便在三哥家搓了一顿 他们这一顿可把三哥害苦了 三哥好不容易重点装 一下就被向太师给霍霍没了 来年的收入肯定也大大降低 向太师经过农场的时候 很不幸被眼镜蛇给咬伤 但幸运的是 附近出名的拥衣丧彪发现了问题 拥衣丧彪是附近医术最好的拥衣 他经过简单的查看 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现在毒素还在蔓延 丧彪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把向太师救过 但是把他致死呢 还是得心应手 丧彪给向太师打了一针 能不能活就看他造化了 化了个擦了 起猛了兄弟们 这灵羊为了快速到达和对岸 他居然直接选择走水路 而且身法好像还很潇洒的样子 但是他现在已经被水利的 阿谀皮鞋给盯上了 这可是皮鞋的主场 一场水利的生子十足 就这样拉开的帷幕 皮鞋看见羊肉就知道 已经到过那么取餐时刻了 羊羊也发现了后面的皮鞋 但是他的水性指定是没有皮鞋好 不管是速度还是体力 那是一点优势都没有 毕竟皮鞋这个老六 也是水中的一瓣 这可不是吹的 很快 与这个老六 就已经快要追上羊羊了 就差最后一段冲刺 就能拿下羊羊 就在大家都以为 羊羊就此凉凉的时候 没想到羊羊在关键时刻 吸出了漂亮的后体脚 然后疯狂逃算圈上了 这真的是我擦了 换了个擦了 沙壁就是这东西的名字 可能很多人没见过这种东西 但是对于它的名字 你肯定非常耳熟 由于尺寸的原因 沙壁也分大沙壁和小沙壁 而且它是一种动物 生活在海里 通常能被大家在浅滩上捡到的 应该已经死了 这种就是死沙壁 死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的 还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烂臭味 这种也被叫做臭沙壁 这么高大上的名字 主要来源于它的外形像隐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老表也把这种高大上的名字 取在了自己朋友的头上 不知道你身边 有没有跟它同名的朋友 可以把它爱客过来学习一下 反正先下手为强 沙壁也是一种群区动物 一些潜水爱好者 就有些目睹过一大群沙壁 场面还是很壮观 毕竟平时很难见到这么多沙壁 对于这种生物 你有什么想说的 换了个擦了 这也太惊险了 骆驼妈妈刚刚产下一枚小骆驼 眼带大的老表可能已经发现了 胎仪还裹在小家伙的身上 好巧不巧的是 正好遮住了小家伙的鼻子 这就让小家伙有点头皮发麻了 难道要落地成河吗 此时的骆驼妈妈 俯身查看了孩子的情况 很显然 骆驼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还是个新手 她并不知道小家伙 已经遇到了危险 能看出来小家伙 现在呼吸相当困难 而骆驼妈妈 只是俯身看了看小家伙就算了 小骆驼不停地晃动着脑袋 她想要呼吸新鲜空气 这骆驼还不如在肚子里呼吸顺畅 骆驼妈妈还在一旁等着小家伙站起来 这么搞下去就别说站起来了 马上就要躺平了 好在农场主及时发现了小家伙的情况 这才让小家伙的生命延续了下去 挂了个擦了 今天搞一份凉外耳叶吃上一食兄弟们 可是当猎老二提着耳叶路过的时候 向太时不淡定了 他觉得这玩意有点眼熟 他怀疑是他老表的耳叶 但是向太时又没有证据 又追不上猎老二这个瘸子 于是只能放他走掉 猎老二提着巨大的耳叶 在钢长大道上走着 这属实有点太显眼了 为了保证把耳叶安全带回家 猎老二从钢长大道右转走入 立至北路 还是走小路稳苦一点 这么大的耳叶提在嘴里 容易引起同皇的恶意竞争 要是被抢了就亏大发了 画面一转 这条猎老二对耳叶不是很感兴趣 他想吃鸡花 他在向太时的蹄子面前疯狂狗叫 也不怕向太时一脚下来扒走头 给他踩碎 什么都想吃 这真的是我擦了 也不看他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 画了个擦了 出大事了兄弟们 钢长科主任猎狗又掏上了 这次掏的目标 依然是体型硕大的牛老二 不得不说 主任猎狗发挥依然稳柔老狗 现在牛老二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他不再反抗 任由主任猎狗在他的局部地区进行操作 对于这么配合的患者 主任猎狗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螺蛳粉缩了出来 这真的是我擦了 新鲜到这种程度的螺蛳粉可不多得 伴随着螺蛳粉一起出来的 还赠送了一份穷羊月宴 差点给主任猎狗撕一脸 这真是赚大发了 一份全牛宴就摆在面前 什么食材都是最新鲜的 而且是纯韵色无任何添加 现切现吃 喜欢缩螺蛳粉的老表 现在出发还能吃上肉的 挖了个擦了 这下出大事了 游猪彭彭被一群野狗追到了家门口 虽然彭彭一气丝滑的倒车入库钻了回去 但是这帮野狗子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彭彭 这把彭彭也是气购架 你们他马的是不是玩不起 野狗子想硬掏彭彭 却没想到遭到彭彭坚决的反击 彭彭躲在洞口不停地扬起灰尘 反击野狗 颇有一种一种当官万狗莫开的架势 这一次彭彭虽然住的是两十一厅 但都被野狗子团团围住了 这棒野狗今天势必要拿下彭彭 现在彭彭已经是无处可藏了 但是彭彭绝非持住 他趁野狗大意的时候 一记弹射起步就冲了出去 然而彭彭万万没有想到 他是跑得掉和尚跑不掉庙 彭彭的速度虽然像风一般快 但是这群野狗也是风了一番地在追 最后直接将彭彭摁在地上 就是一顿菩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